航天事业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更是促进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能够站到航天事业顶端的国家往往就能够对相关技术进行垄断和封锁,这点从美国和苏联上都能看得到。 但同时,航天事业也是人类现有最复杂的工程之一,特别是载人航天事业,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还需要质量的经济投入,即便如此,还是有一大批国家积极探索,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都是如此。 说起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可谓是一把心酸泪,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以美俄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了国家空间站的庞大项目,由于耗资巨大,涉及到的技术庞杂,又多达16个国家参与,但是中国的参与请求却遭到无情的拒绝,不过分拔图强的中国如今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 开始建造自己的空间站了,预计将在2022年建成,投入使用,而核心舱也在今年成功发射,反观国际空间站,日子就有点难过了,根据俄罗斯媒体,原意美国一名前宇航员的报道称,国际空间站目前岌岌可危,三个月后,可能会面临无人驻守的尴尬境地,原因就是唯一能够从地球通向国际空间站, 到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停飞了,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补给,现有的直售宇航员可能将返回地球,由于联盟号宇宙飞船的事故,新宇航员也得不到补充,国际空间站真有可能变成了一具空壳,这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哪怕是美国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而这名美国前宇航员还特别表示,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的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就曾经提议让中国参与,还能很好的将中国的神舟飞船利用起来, 可惜,这个提议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强烈反对,算下来,从1994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开始,欧美国家已经拒绝了中国24年之久,眼看着国际空间站,就要完成历史使命,欧美将陷入没有空间站可用的尴尬,这种恶果完全是欧美为自私付出的代价, 现阶段的欧美宇航员已经陷入焦虑,如果国际空间站坠毁,又没有新的空间站可用,那么这些身怀绝技的宇航员,们也将无庸无之地,自身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所以俄罗斯和欧洲也率先行动了起来,首先是俄罗斯早在去年就和中国商议未来,将互相采放空间站,允许中国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 而欧空局更是频繁派遣宇航员到中国参加训练,德国宇航员马蒂亚斯在接受参访时表示,我学中文已经六年了,我已经准备好未来进入中国空间站时说中文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谢谢观看